你看这面膜什么材质面膜 火山灰面膜 什么超级营养面膜等等等等 多少种 那么我们通过央视曝光的这画面 我们发现这里边的黑幕实在是太多了 购买比较低略的这种原料 然后进行简单的勾兑 然后就直接灌装装品 然后就封盖 其实这个工艺相当简单 首先一个 咱们通过片子可以看到 这个面膜啊 往往是一些三无产品 说上面也有标志有啥 造假非常容易 说有的我面膜非常实用啊 我原来脸上有痘痘有什么斑 用了之后马上就好了 电视台把这个内幕给揭开了 它里边加什么呢 银光增白剂 糖皮脂激素 所谓童颜神器 一叶变白 一片顶七片的多效面膜 背后却是激素被滥用的真相 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几款宣称见效快的面膜 均被权威机构检测出 含有化妆品卫生规范中 严禁添加的糖皮脂激素 而其中最严重的 竟然超出国家标准 减出现近六千倍 据专业人员介绍 国家规定的四十一种糖皮脂激素 常常被不法商家 包装成美白素 进入面膜工厂生产线 给不明所以的消费者带来伤害 就是用了半个月吧 半个月停用了之后 就有一点明显的反应了 脸上开始 那种小红豆的感 然后总的越来越大 它会让皮肤变薄 毛细血管扩张 然后呢会产生一系列的 这个负面性效果 如果长期使用的话 会有依赖性的激素性体验 糖皮脂激素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用上之后 马上皮肤显得又白又嫩还透亮 但是用长了以后 容易激素依赖 甚至对你的身心健康 产生很大损害 荧光增白剂也是这个效果 就说白了 容易形成依赖 你要不用它 皮肤发干呢 又起痘痘 又甚至亏烂 都可能出现 实验发现在实体店和网络 随机购买的十款面膜当中 三种面膜有明显的荧光反应 荧光剂又称荧光增白剂 多用作工业添加剂 一旦进入人体 容易损伤免疫系统和肝脏等重要器官 就这是地道害人的东西 现在咱们国家标准里 有41种糖皮脂激素 是不准加入的化妆品的 但是在这个之外 很多都已经渗透进来 有的人说那也不完全是 我看很多人都夸赞 说使了好几年都好使 而是你看那上面还有销售记录 他给你发 我卖了多少了 多少人点赞 你不知道这个能造假 就跟我们现在说垃圾短信 电信诈骗能造假一样 说来个号显示10086 那都是假的 现在微信上也有的 叫微信对话生成器 什么聊天生成器 转账生成器 就各种软件 把这个输进之后 那个微信的页面 想怎么造假就怎么造假 想让他说啥就说啥 想显示什么显示什么 甚至那个转账记录那上面 就手机那些标志 什么信号啊 还有什么电量多少 都能跟你做的一模一样 都是骗你的这是 有人说那我朋友骗我 他也不能接受了 其实要么是你朋友是个骗子 他明知道他就想在你这挣钱 要么他也被人骗了 他也被骗子给骗了 我说的是肯定有的朋友说 那不对呀 最近你看咱们这个 非常强调 叫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强调互联网家 这种模式 那微商不是很好的互联网创业系统吗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 创业无门又没有本钱 在微商上一经营 多好吗 自己还解决了就业问题了 还挣了钱了 而且咱们的媒体 报道了很多正面的例子